白宮星期四表示 美國將向台灣通報下個星期 美國總統喬治·拜登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的結果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 告訴記者美國的目的 是讓台灣對美國的支持感到安全和舒適 據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目前表示 願意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即將召開的20個團隊峰會 為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的會見 提供了適時的場所 拜登稱將針對減少可能發生衝突情況一事 與習近平主席進行討論